魏希 加油 趕快好起來 魏希 要加油 趕快好起來 親友們聲聲呼喚 卻還是沒能盼到奇蹟出現 4月底桃園進棚工廠大火 22歲年輕消防員林魏希 昏迷送醫抢救 生命跡象一度穩定 但最後卻還是宣告不治 4月29號送立信宴急救 並且裝飾葉克膜的進行治療 那林魏希先生的生命徵兆得以恢復 但是林魏希先生的腦部 缺氧性變化太厲害 所以在昨晚宣告不治 林魏希生前曾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 經過評估溝通 捐出了心臟 肝臟 血管 以及眼角墨 依愛人間 預計可以幫助4個家庭 在開刀坊外面 我們就是念佛來祝福他這樣子 魏希很勇敢 所以他把身上可以用的器官 然後全部都捐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從11點 晚上11點就開始念到早上5點 林魏希的離開令人難過不捨 她的勇敢堅強 永存大家心中 慈激之功也會持續陪伴家屬 打開新聞桃園綜合報導 請就別打開 我早下 我早下 截 早下 我早下